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写了一个关于清零后的文章 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 清零后一晃就奔武了 真的不容易 不简单 大部分的人还处于上有老 下有小的生活阶段 但自己已经慢慢变老 感觉力不从心 有读者向我倾诉 说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但孩子还小 父母却老 还有贷款要归还 他每天逼自己工作十多个小时 但还是感觉赚钱的速度太慢了 该何去何从 一时间我也语色 但转而一想 一个人活着就有希望 办法总比困难多 哪有真正的走投无路 奔武的清零后说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这句话是那天我对读者说的 也是对清零后的群体的一个提醒 每个人都有烦恼 孩子不够听话 老人身体不好 爱人总是吵吵吵吵 还有工作上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但工资却少得可怜 七零后的人生活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那时候的我们大部分在农村长大 家庭都不富有 有的家庭因为兄弟姐妹多 吃饭都是难题 买玩具穿新衣服都是一个梦想 有的人整个童年时代都没有买过玩具 新衣服都是屈指可数 很多人都是穿着别人给的衣服长大 或者是穿着哥哥姐姐的衣服 有补丁的衣服穿出去都很平常 现在回头想一想 那么苦的童年都熬过去了 现在的日子再苦都比那会儿强很多 只要心态白症了 就不会总是和别人比较 慢慢也会看到家里的优点 比方说你的孩子学习不好 但很勤快 常常帮助大人洗碗拖地 父母身体不好 但还没有卧床 不需要你亲自照顾 爱人有牢骚 但是依旧每天和你进一个家门 也会陪你说说话 工作很苦 但比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好很多啊 烦恼天天有 不减自然无 70后成长的年代 跌跌撞撞地就过去了 参加工作的时候 又遇到了很多企业 改制改革 下岗工人也有很多是70后 但一些都过去了 那些事情都变成了纯骨子蓝芝麻 你只要心放宽 合足挂齿 人啊 一半的苦难 一半是幸福 知足常乐 你要是天天抱怨生活 那么苦就天天跟着你 甩不掉 如果你的心中向往幸福 感悟幸福 幸福就慢慢地放大了 如阳光一样涌进你的生命 很多心灵后都进城购房了 虽然有债务 但是一切都在好转 债务也在慢慢减少 这就是幸福 如果你天天想着负债累累很可怕 那心就凉了 感觉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不感悟幸福 那就白来了 一辈子像古瓜一样生活 那还不如早点偷胎去 来世不要做人了 因为每一代人都有不一样的苦 你生活在任何年代都不会如愿以偿 四十而不惑 五十之天命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清廉后别再迷茫了 应该懂得如何好好活下去 哪怕没有经济基础 起码也有了人生经历和工作经验 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做人一年放下 万般自然 你什么都想着 扛着心累啊 为什么不放下 有什么放不下 那是你不愿放下吧 爱情顺便有人赔就是幸福 那些前人的爱情 婚外的爱情 初恋的感情都放下吧 如果你弄丢了眼前人 奔武的年纪了 也许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就沦为了孤寡老人 金钱命力有时 终需有 命力无时 莫强求 对金钱看淡一些 别利于熏心 有贷款的尽快还掉 没有贷款的好好存钱 为止记得老年生活 准备好 别过分爱钱了 你总是加班加点赚钱 也许弄丢了健康 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身体活着就是幸福 常常我们也听说童年的谁 因病过世了 心头猛然一惊 然到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 是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 别瞎折腾你的身体了 好好养生 活得越久 赚得越多 家庭 家家都有一本 难念的经 你别说 谁家的女人好 男人好 要知道 你就是换一个爱人 还是柴米油盐 还是烦恼多多 兴许常闹得更加凶 两个人都磨合了好些年了 应该慢慢习惯了 适应了 朝着闹闹的时候 主动低头 一个笑脸就化解了矛盾 夫妻没有隔夜愁 别以为有天大的事情要发生 父母好好孝顺 别发牢丧 谁都有变老的时候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父母可以为你多出摸画策 成长牵挂你 你就是一个孩子 那感觉多好 唠叨也是爱 如果有一天听不到唠叨了 你会不习惯 一个人不快乐 不是因为过不下去了 是因为想太多 还想不开 一个人应该越火焰明白 想不通的事情就别想了 看不通的事情就不看了 平平淡淡才是真 安安静静才是享受 七零后老大不小了 很多都是爷爷奶奶一辈了 别像年轻小伙一样 一起用事乱发脾气 凡是一分为二来看 有好也有坏 放下坏的一面 多看好的一面 心就平衡了 心带好 啥都好 笨舞的心灵后 别狠狠地逼自己 要学会放下 丢下包袱 顺其自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收集